石油作为液体黄金 是我们发展工业和日常能源最重要的一部分 控制了石油就拥有了财富 没有石油就等于被人掐着脖子 控制着经济命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也是玉门油田开发建设80周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 全国原油总产量仅有12万吨 其中天然原油仅7万吨 在1949年 玉门油田天然原油产量为6.9万吨 占当今全国天然原油产量的98% 百费待心中的新中国 急需石油来恢复国民经济 朱德总司令曾感慨到 没有石油 飞机 坦克 大炮 不如一根打狗棍 因此恢复石油工业的重点放在了玉门 那时虽然条件艰苦 但正处于恢复生产期的玉门油田 总是回荡着一股昂扬的激情 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 生产建设靠的是信念坚定 1950到1952年间 玉门油田新增油井30口 完成钻井进尺1.7万米 相当于该油田解放前10年 钻井总进尺量的四分之三 1952年实现原油产量14.3万吨 后来调整采油技术后 至1959年 原油产量达到93.64万吨 玉门油田作为共和国的石油开采摇篮 不断地为全国石油事业输送力量 虽然有所发展 但是泱泱大国 这点能源还是远远不够 中国平油的帽子始终脱不掉 直到在祖辈不断勘探中 发现了面积达2000多平方千米的大清油田 自此一场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的石油大会战正式打奖了 这有望一举把中国平油的帽子甩到了太平洋 为了支援大清石油大会战 玉门油田更是将家底掏空 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运往大清 王晋喜 孙德福等一批优秀的石油工人 一同奔赴大清 到1963年 建成了具备年产600万吨原油生产能力的大油田 并于当年生产原油439.3万吨 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8% 为了实现石油基本自足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再到如今 不仅产量得到飞速提升 经过70年的探索 中国石油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已经建立了产业链上下游齐全配套的工业体系 70年间 中国石油人秉承着这样的铁人精神 书写了一篇为祖国现石油的华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深入了解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脉动